欢迎收看第472期武器打酱汤 在上个世纪 英国的国力开始下滑 已经无法支撑起庞大的航空母舰的发展 当年的英国为了防止本国海军没有航母合用的局面 发展了一些轻型的航空母舰 但是这种轻型的航母 没有太大的实力 以至于在1982年 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的马岛之战中 这种轻型航母的先前不足 让作战能力大受限制 使得英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所以在1998年12月 英国国防部正式决定自行建造现一代航空母舰 这款英国现一代航空母舰 就是今天武器打堂的主角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于2017年12月7日正式服役 本机舰全长280米 宽70米 70深度11米 满载排水量为6.5万吨 是英国海军有史以来都会最大的航空母舰 结构设计上面 延续了英国航母双舰岛的设计 现身的装甲防护并没有做得很强大 据说 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的经费问题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并没有安装直接用于防御敌方炮弹的装甲 而是采用点防卫武器取代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配备有从美国购买的 MK15 Block 1B 密集阵舰层防御武器系统 和四座DS30B型 三十毫米口径舰炮 用来对付舰局里的危险 在舰上还配有薄条 红外诱饵和电子干扰装备 又来干扰远程自动武器 当然了 伊丽莎白女王级也并不是完全裸奔的状态 在舰起的中央部位 跟美国的尼米兹制航空母舰一样 加装了凯夫拉复合材料 用来抵御一般弹片造成的损伤 舰起的设计 从下至上划分为14层甲板 逐渐抵制手扬尾 设计了18个水密格舱 这个水密格舱把舰内 分割成了19个水密舱段 靠正甲板的一层 为下甲板旗库 这个旗库长163米 跨26米 层高7.1米 总面积4200平板米 这些结构 储存了近代的9层结构 而剩下的5层结构 则是上层建筑的结构了 上层建筑主要是前后两个岛式上层建筑 这种类型的布局 是英国航母的传统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的双舰导设计 可以大大的降机单个舰导的重量和尺寸 并且双舰导将分别单身不同的功能 作为避免多种电影设备互相干扰 不用像单舰导一样 将各种雷达和通信运警设备 都堆在一个地方 通过双舰导的设计 能大大的降低 单一舰导刷刷后 导致航母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的风险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其前部的舰导主要是